中概股暴跌 问题究竟出在哪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Mike 从事澳洲证券行业15年 也是墨尔本最受欢迎的中文分析师之一 那么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下 在3月份经历了多次惨烈下跌的中概股 我们知道曾经一度中概股 不论是在香港上市还是在美国上市 他们的股价以及他们的市盈率 在今年1月份之前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是在3月份以来 特别是上个星期的几个交易日中 中概股与恒生的科技股的跌幅 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光是上一周纳斯达克中国科技股指数 跌幅就超过了13.4% 恒生科技股指数也同样大跌超过了10.4% 而且这两者均已在过去4个星期里 连续出现下跌 而且这种跌势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明显的反弹 那么截止到3月14号中下午收盘 中概股其中在美国的中概股指数 对比2021年2月份的高点回撤幅度高达了77% 并且也打穿了在2018年年末当时中美贸易战 以及2020年初疫情初期时候的两次低点 如今中概股的加速下跌 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和美国证交所所发布的 有关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有很大关系 我们知道在近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也就是SEC将5家中概股企业是列入了退市风险名单 这也是再一次加剧中概股从美国退市的担忧 所以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庄家 他们纷纷进行了恐慌性的撤离 与此同时中概股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上市 都遭遇了连续的下跌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背景 那么美国证监会发布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是在2020年在美国通过的 并且在2020年年底12月正式生效 根据这个法案 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 必须向美国的公众会计监督委员会 提供他们的审计底稿 如果三年都不能满足这个条件 就有可能会面临强制的退市 所以到目前来为止 中概股存在着最大的矛盾 就是中国监管机构 很多时候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禁止一些中概企业将审计的底稿 披露给美国的监管机构 但是美国监管机构 根据外国公司的问责法案 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必须提供这个底稿 你要不然就有可能要退市 那么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从现在来看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 特别是两国的证监会之间 能够达成一个妥协方案 允许部分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企业 特别是关系到一些 国家安全的这些企业 能够部分免除底稿提供的要求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如果按照2020年12月三年的实现 那就是在2023年的年底 如果那个时候 双方依然不能达成一个折中的方案 那么很多的中概股 可能就会面临着最坏的打算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 也就是说2023年的年底之前 如果还没有能够听到 双方达成折中方案的新闻 那么很有可能 他们将会面临不得不强制平仓 以减少损失的风险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如果光是看财务数据 过去一个月的暴跌 显得是非常的不合理 我们以阿里巴巴举例 阿里巴巴在2014年 美国上市的时候 当时的价格大约是在 70到80美元之间 那么实际上 这个价格也正是上个星期的最低点 换句话说 经过了8年时间 阿里巴巴从80多到300美元 再从300美元又跌回到了80美元 但是实际上8年之后 现在阿里巴巴不论是以客户数量 销售额还是净利润 都是8年前至少是三倍以上 但是股价又却和8年前一模一样 这完全是从财务上来看 完全是不合理了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看待问题 一定要一针见血 现在中概股的暴跌 早已经不是财务的问题 它所引发的暴跌 是来自于政治斗争 准确的说是中美之间爆发的激烈冲突 所导致的暴跌 这样的暴跌 毫无疑问 早已经偏离了财务上的任何定价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光从财报来看 它的市盈率 净利润 包括它的资产负债率等等 这一切都已经不再有用了 那么中概股的暴跌 早已经不是财务所引发的暴跌 准确的说应该是政治斗争 或者说是中美两国之间 所爆发出的激烈冲突 所导致的暴跌 那么这样的暴跌毫无疑问 已经偏离了我们原本的财务报价 不论是投资者还是股民 在上个星期最恐慌的时候 几乎都是以不计成本的代价 甩卖中概股 仿佛就是今天如果不卖 明天就有可能 它要退市了 那么其实本质上 中概股的下跌 除了美国出台的问责法案以外 更大的原因 是来自于投资者 对于潜在的中国和美国之间 未来第一贸易战之后的这些制裁措施 能不能取消 但是其实本质上 中概股的下跌 除了美国出台的问责法案以外 更大的原因 则是来自于国际投资者 担心由于未来中国 可能会支援俄罗斯 所造成的连带性制裁 实际上我们看到 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和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几乎每一天都在加重 所以如果中国因为支援俄罗斯 所导致了产生二次连带制裁 那么对于中国 不论是出口型企业 还是消费类企业来说 都将会面临巨大的打击 举例来说 可能会无法使用美国的零部件 同时无法使用美国的设计软件 光是这两项 就足以使得很多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比如说电动车企业 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所以总结来说 从财务上来看 中概股现在很多股票没有问题 但是从政治风险角度来说 未来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方面 一来自于美国证监会的强制退市令 到时候会不会妥协和修改 以及第二点 未来中国对于俄罗斯和乌克莱战争 所选择的位置 到底会站在哪个角度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